我们都是这个世界 一定会凋谢的风景 才一定得在凋谢之前 抽芽 陪苗 固本 开花 实现有限一生的无穷意义 这意义理当不是躺在旅店抽屉里 一本存着上标志的天文数字 也不该只是用短小草木一生的高度去挣来 好比高阶主管 高学历 高获利等 一张植物园里昭告世人品种资质的标识牌 借此满足激流人士的光荣与存在感 好像也不该只是找到一颗对眼的它 就此交织缠维 是植物自身 是生命本身 在享有阳光 空气 水 被寒暑 风雨 惠明 陶氧翠丽的旅程中 日 月 年 一见茁壮 树身打得更直 长得更高的时候 便能瞭望更远的世界 更弃尽树顶的天空 日不见增 月见所长 不知不觉间 浓密的树印以碧印周边游近而远 好多好多的草木生物了 养生 为什么需要养生呢 当代人说 You are what you eat 你吃什么你就会变成什么 施无素说了粮食 我们的饮食对我们非常重要 这重要性我往往会忽略 昨天我亲爱的助理 到我家来工作 不得已他带了他的狗 很巧他的狗跟我的狗品种相同 长相类似 他为了不要干扰我的生活 就拿一条链子把狗拴住了 于是我的狗跟他的狗非常和平的相处 因为他的狗被拴住了 你懂吧 就在我打开我的狗资料分给我的狗那一刹那 他只是听到食物的声音 他马上开始在我的学生脚边哀嚎 你们知道那种属于柴犬特有的动人的哀嚎 好可怜 那一刹那我就想到养生 确实粮食是非常重要的东西 粮食是这么的重要 可惜它是有限的 我们都知道限量是残酷的 对不对 所以因为食物有限 在这个世界上 我们大家想要的东西也非常有限 所以我们会像那两只狗一样 你争我夺 昨天他们在短暂忌讳的过程当中 我学生的那只哨状的狗 马上骑到我这只衰老的狗的身上 我狗行得非常地无助 所以这就是 这不是人生 这就是狗生 可是人之所以为人 儒家因为这样 认为人应该有不同于禽兽的特质 所以孔子说仁义 孟子呢 孟子说 恻隐修悟慈让是非之心 因为有这些心 所以儒家的经典 不管是论语或孟子 就成为经典了 因为要告诉我们一个万事不易的道理 为什么叫经典 就是要适用于古今中外 如果人 所有的人都像我那只看似非常可爱的柴犬 跟我学生看似非常可爱的柴犬一样 过活的世界会大乱 因为每个人都为了自己的欲望 可以牺牲别人 可以这个榨取强夺 所以这是不可以的 所以 儒家的思想在整个中国文化里面 那当然是黎明来临的第一道曙光 可是在这样的曙光之下 儒家本来讲的是树道 所谓树道就是如心 将心比心 我想吃很健康的食物 我也不好意思把有毒的分给我的助理吃 或者应该说我想吃健康的食物 我应该把最好的食物跟我好朋友分享 但是呢 在整个儒家 强调人之所以易于禽兽的这个 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过程当中呢 我们不断的强调治天下 治天下 治天下 所以呢 早在这个孟子 他就说了 生亦我所欲也 亦亦我所欲也 二者不可得 今天怎么样 舍生而取义者也 你们有发现这样的一个儒家文化 它带给我们东方文明什么样的影响 其实你们都被影响而不自觉 至少我观察我的学生 他们可能觉得自己对中国文化基本教材没啥感情 可是他做出来 那就是儒家文化的影响 比方说我亲爱的学生 我苦苦哀求他们早点睡 吃好点 照顾自己一点 他们好难做到 可你知道红仲秋事件一发生 他们就怕什么 万人暗赞一人到场 衣服也没拎就去了 你们懂吧 更不要讲太阳花学运了 他们总觉得为了天下 风生与生 读书生 生生入耳 家世国治天下世 世事关心 那不只是孟子跟我的学生如此 当中还有我们在中学 大家都非常喜欢一篇古文 你们还记得吗 意义轻轻如物 无精语辱绝别意 无作此书 泪珠和驴木齐下 我不知道那么久了 我还记不记得 反正大概这个样 我们当时读了非常感动 你为什么非常感动 这就是儒家思想 已经胜住你的骨损了 你知道吗 所以有不少的学者 在古人里面 非常有名的 绝浪道社 方以智 方以智的学生新处 当代的学者 比方说钱宾寺先生 他们就看到了 庄子思想的一个特色 那个特色就是 如果你还没有读儒家经典 你可能不太合适读庄子 因为庄子很多的思想 其实是在跟儒家对话 甚至于想要补偏旧壁 去预防儒家 可能有一些 就大家都舍生取义 大家都跳河了 你知道吗 屈原怎么死的 我们修过主词的人都知道 民国有一个人叫林辉英 一个我非常爱的当代女子 她虽然身在海峡对岸 但是你们知道吗 当她的孩子 还在她怀里的时候 日本人就快要打下四川了 那时候她的孩子 就是梁从介嘛 坐在她妈妈的怀里就问 如果日本人打进来 那我们要怎么办啊 这时候林辉英是怎么回答的 林辉英说 孩子 自古的文人自有一条出路 我们家前面不就是杨子江吗 梁从介后来在她的回忆录里面 写了这句话 她说那时候她觉得 把她抱在怀里的那个人 不是她的母亲 是一个充沛着中国知识分子 气节的一个文人 那个文人的风骨 她就知道日本人打来 她妈妈就不要她了 就跳河了 各位同学 你难道还感受不到 儒家文化的强烈影响吗 这时候庄子 她在那个时代出现了 我们说人类有很多灾难 第一个灾难是 大家巧取豪夺 对不对 很没有良心的 卖给你一些吃起来一样 其实完全不一样的东西 如果她没有受到 儒家文化的影响 这样的人 这样的缺乏人 万物之灵的特质的人 就会在事业上出现 可是呢 当我们强烈受到 儒家文化影响之后 有另一种人出现了 因为这世界实在太黑暗了 所以在最寒暖的时代 就跳河了 她就牺牲自己了 所以燃烧自己 照亮别人 变成非常伟大的情操 这时候庄子 思想出现 你知道钟摆原理 当大家都很想治天下 为天下而捐躯的时候 就有一种思想 需要出来提醒大家 反本全真 那就是庄子思想的诞生 所以庄子这时候讲到 养生主 他要教的不再是一个 怎么样谦让 怎么样分配粮食的问题 他要告诉每一个人 在我们为别人而服务 为别人燃烧的时候 有一些东西 你还是要非常重视的 我们就进入 无声也有牙的养生主 我们生命是非常有限的 有限的是什么 有限是寿命 这是我们都知道的 可是有一件事 我们平常不太愿意面对 那就是我们的禀赋 也都是如此的有限 各位同学 你知道面对自己的禀赋 有限有什么好处吗 你就可以成为一个谦卑的人 你知道自己不懂 你有关系 就算你念了医学系 就算你已经当选了市长 你有什么不懂的 可以一直去请教别人 像个小学生一样 重新学习 可是一旦你不知道这一点 你懒得去问别人 你不只问别人 你觉得你就是 全世界最优秀的人 这样只会限制了自己的发展 所以我们既然生命的长度 跟禀赋都是有限的 那如果我们还有很多的追求 不是很糟吗 各位同学 读到这一定很纳闷 为什么庄子要说 无生也有牙 而知也无牙 他为什么不说 无生也有牙 而欲也无牙 而欲望是没有穷尽的 你就想 女时男女人之大欲不是吗 为什么这边要讲 知也无牙 你们思考过这问题吗 历代的著述家 帮你思考了 著述家就特别提到 他说我们一辈子的想望 有的属于性动 也就是你本能的一些欲望 有的呢 属于知识 他说性动的追求啊 就好像我们吃饭 你再爱吃再馋 你一餐能吃几碗啊 也就是说 我们在本能的欲望 你再怎么贪婪 都是有限的 各位同学 你说老师不会啊 我读书从来不觉 是无止尽的追求 读两个小时 就想休息了 你千万不要把 知也无牙 知解释成读书 动脑的活动 各位同学 动脑的活动包括什么 精神的活动 包括去年演出后 公正完转 台湾演出后公正完转的时候 你们看到新闻吗 有一个人一天看了 十个小时 两个礼拜就中风了 你们看到这新闻吗 为什么他会 一天看十小时 连看两个礼拜啊 我看了最狂热的一天 也不看七集而已啊 难道我只觉得有点累 但没有中风啊 各位同学 不用这些话 让你们了解 知也无牙 但台湾人也不是只有这种 荒废于看后公正完转 跟打电动 我们在台湾就没有前途了嘛 还是有那种好学的青年 我有朋友在中院院工作 中院院真是一个全世界 最用功的人 那个集中营啊 我看我的朋友 已经得到了三高的症状 状况不太妙 越来越胖 真的很需要运动 有一天我遇到他 我说 你是不是该做点运动 他回答 我哪有时间啊 我一天要寫多少次的报告 多少次的论文 你知道吗 有一种东西 它是无穷的 就是你在思想 你在思虑 你的烦恼 有一个歌手叫蔡建雅 有首歌叫无底洞 真的就这三个字 人在知识上的追求 他已经不断追求 不断追求 已经每年发多少论文了 他觉得还不够 总是少那么一篇 无底洞 就你可以不断地动脑 不断地烦恼 所以庄子针对这一点 告诉我们养生最重要的一件事 就是知也无鸭 各位同学 我用这么多的例子 是可以让你们知道 为什么知也无鸭 比欲望还可怕 因为一走上 你就不知回头啊 你就一直想要做 一直想要做 因为永远没有吃饱的时候 可是呢 以有牙随无牙 用有限的生命去追求那个 他永远在升级 永远在开发 永远不断要捞你的钱的电丸 那你最后当然会疲惫不堪嘛 以而为之者 你已经疲惫不堪了 你还继续下去 那玩到瞎的有可能啊 你最后只有怎么样 读书也可能读到累死啊 你只有劳累致死一朵 代而移 各位同学 你有没有思考过 为什么庄子的养生主 一开始要跟我们谈 知也无鸭的问题 因为那是对我们的生命 相当大的一个灼伤 你们这一辈子 花了多少时间求学呢 从幼稚园小学中学到今天 大家能坐在这里 我想没有三两三 也不是考上台湾大学的 对不对 其实你们都很用功过 你如果把这些时间 拿来像生病以后的我 曾经一天运动三个小时以上 我想我现在坐在我眼前的你们 绝对不是这个样子而已 我应该感觉我面对着 凉山破的英雄 都可能 那我们的生命 花了很多时间在这里 当然各位现在还很健康 可是再过几年 那可能就不一样了 因为我们这一篇 要谈养生的问题 所以先谈 为什么让我们生命最容易受到灼伤的一件事 接着就要谈养生了 那养生要怎么养呢 他说啊 你好好养生 为善 因为是养生主嘛 标题已经告诉你了 在这儿我要多多解释 但历代主教非常多不同的解释 我采取的是我觉得最合理的一个解释 就是善于养生的人 庄子说很好 但你千万千万不要用一生长寿 来博取名声 所谓的为善无尽名 各位同学 如果你了解道家思想 名声这种东西离你是越远越好 我们中国人说人怕出名猪怕肥 我们这些还没出名的人 就不知道人出名了有什么缺点 你会失去什么 你会为盛名所累 你出名了 要用掉你生命中多少的时间 去交集应酬 做一些你本来人生可以不耗费的事情 所以高士涵康有一首诗 有一句诗说 逃名使得以名流 所以在整个道家传统 大家对于出名是排斥的 不需要有盛名之类 因为这会灼伤生命 为恶好吧 那既然怕出名 那随便养生好了 不要去养生 他说不重视养生也没关系 但是呢 你不能不善于养生到什么地步啊 你不要靠近刑罚好不好 这个刑罚不是说 你现在身体太差会有警察来抓你 当然不是这意思 什么叫刑啊 就像受到刑罚一般的受伤亏损 你们知道古代的刑罚还挺残忍的 对不对 我们就不要讲五马分尸了 我们讲讲 越刑好了 砍掉一条腿 我们想讲 情面好了 这么多的刑罚 古代听起来蛮不人道的 可是各位同学 在当代有多少人 是不人道的对待自己 所以搞到有一天 你自己的身体必须截肢 你失去了你的健康 你回不来了 你失去了你的脏腹 所以庄子在养生 一开头说 为恶无尽形 不要让自己 形态受到太大的亏损 既然谈养生 而且偏名叫养生之主 那赶快让我们知道 养生最重要的一件事是什么 接牌了 在第一段就接牌了 原都以为经 这句话 我之前发了一篇论文 发给大家 就是探讨原都以为经 用三万字来处理它 因为这是一个很少人注意的 华人地区没有人注意 原都以为经是怎么样的身体操作 日本学界也没有人注意 那我身为一个华人 也不该注意到的 其实我是在我进台大研究庄子 十年之后 我说我不是阅读 我是研究 十年之后 还有我 考上博士班 有花一些时间 比较当一回事的练拳之后 什么叫当一回事 就从早晚的十分钟 慢慢增加 变成一天的半个小时吧 或者多一点 很少 我以前很鬼混的 在十年后 我忽然间发现 天哪 这原都以为经 这句话不就是太极拳里面 讲的顶头拳 伪虞争症 还有 受起脊梁呢 才用身体的角度 我怎么读了庄子 十年才发现呢 因为之前没有人说嘛 所以你在一个想法上 你要去找到一个新的诠释 不是我们中文系 单魂孤正 不足以为信 但何况 如果是我一个人发现 那还得了 还好 还好 有这个庄子集成出编 庄子集成续编 好几百个住家 让你探索 有没有人想法跟你一样 幸好有啊 所以我就开始开展了 我这样的一个研究 原都以为经 接牌了 只需要把人人与生俱来的 都卖 都卖用皮拉提斯的语言 叫身体中心线 用解剖生理学的语言 叫做脊椎骨 把你的都卖 身体中心线 也就是背部 沿着脊椎上行的都卖呢 作为你日常生活 行走 住坐卧的准绳 这句话简单讲 这是你随时维持 你的脊椎骨 你的身体中心线 你的都卖 垂直地表的状态 你在清醒时刻 随时保持这样的笔直 各位同学 看过武侠片吗 我看过一部武侠片 叫方世玉打雷坛 这形态就是这样 这方世玉小时候 他的爹爹 不希望他走武术 这条路 每天叫他读四书五经 你懂吧 可是呢 到底是武学士家吗 所以在读书的时候呢 就让他绑了辫子 把他吊到梁上 所以让他随时 维持顶头圈的状态 然后呢就这样 他每天就这样读书读书 做得非常的端正 可是他从来没有学习过武术 你知道有一天 他爹他娘不在 居然有坏人掌上门了 这方世玉虽然没有练过武功啊 有一身狭义之气 他就抽出去 就变成被他打飞了 当然为什么解释 因为他每天圆都有一斤啊 所以真阳之气通透 早上练成了 自己还不知道 各位同学 没那么简单啊 可是也有一部分的道理 懂吧 只要你随时都维持 这个清醒时刻 保持多半的笔直啊 不要吐脖子 现在有电脑 以后大家最流行的 就是吐脖子 我们说把大字 变成一个要求的要字 对不对 我在去年上课 班上就有一位同学告诉我 那是一个 每一堂课都坐在第二排 这个位置的男生 我站在台上看他 从来以为他身高 应该跟我差不多 因为他总是坐着 那个头都溜到 快到周板了 有一天他第一次到台前来 问我问题 我吓坏了 我得抬头看他 原来身高超过180 可是他坐着的时候 我以为再跟我差不多 16出头吧 后来这个学生呢 才让我知道心情不好 高中有一个感情的创伤 伴随他来到台大 前半年都笑不出来 后来孟明其妙 是有一个老师的课 教了一个叫原都以为经 他又把它当成一个作业 他就每天在那边练 后来他练了半年 给我写了个作业 他说他非常讶异 当他打直脊椎骨以后 他心情变好了 你看没骗你们吧 练原都以为经的好处 那何止于此啊 庄子说可以保身 可以保住你的身体 保全你解身体 各位同学 这在以前听起来 不算什么 在这块3.5个人 有一个人 在一生的某一年 医生就会给你一张单子 说你得癌症了 在这样一块岛屿上 可以保住身体 都会珍贵 你们知道吗 可是你要的 只是保住身体吗 还是你要拥有完整的生命 比方说 你小学在写 我的志愿的时候 你说我的志愿 就是要当一个点点点 你至少要完成 你人生最想要的想望吧 庄子说 你只要做到原都以为经 不只可以保住你的身体 而可以达成你人生的目标 拥有完整的生命 如果你跟我一样 或跟多数人一样 你不是那么自私地活着 只要自己吃饱 睡足 过得好 你还想照顾你的亲人 我们知道孝顺 是人类很珍贵的一种德性 我常观察过的猫咪 当这个猫妹妹 想要吃饭的时候 她母亲在旁边等 她是霸住饭碗 完全不让的 可是人类不会这样 对不对 所以如果你希望 你也能好好地 奉养双亲的话 庄子说 做到原都以为经 你才能做到这一点 就老师 这有什么相干啊 如果你这样问我 我只能说你非常幸福 你的爸爸妈妈一定很健康 我最近有个学生 家长身体为何 我才发现在这个 少子化的时代 哎呀 父母亲一旦生病 小孩好辛苦啊 这时候你不只要 有一定的经济能力 能够帮你父母亲 在健保之余 需要的医疗 需要的营养品 而且你还想多做点好吃的 营养的给她吃 对不对 还要好体力 各位同学 原都以为经 可以养亲哦 当然有人 对于生命 更有高远的 丰富的憧憬 你想要纪念 什么叫纪念啊 叫中期天年 各位跟我一样 喜欢宠物的朋友 当你买下一只猫的一天 或你领养一只猫的一天 你领养一只狗的一天 你应该就知道 狗跟猫一生 大概能活多长了吧 你们知道吧 大概十来年嘛 对不对 可是你们面对自己的身体 你这样想过吗 老天爷 你的丁娘 给你的这个机器 它可以运转多久呢 有没有可能 它的使用期限 本来是一百年 但你没好好用 所以你才活了八十年而已 所以天年到底有多久 你思考过吗 庄子说 你做到原都以为今 你才可以 善尽这个身体 可以达到的年寿 当然活着不只是活着 这句话 如果解释的充分一点 我们的一生当中 每天都是一场奇幻的旅行 旅行当中 很多的缘分 你会遇到 好多精彩的事物 好多人也考虑大学 他最愁的不是 要参加什么社团 要修什么课 他最求的是怎么办 这么多的课我都想修 这么多的社团我都想参加 这么多的女生我都想追 我到底应该挑哪一个 在有限的人生 各位同学 可是万一你身体不好 现在身体很不好了 能照顾好 成绩能够顺利过关 升级就不错了 那你什么也别想了 庄子说 做到原都以为今的话 你不只可以保身 可以全身 可以养青 可以静眠 我们来看一下 在生年有牙这段 有两个问题 提供同学思考 我们现在就询问一下 大家好了 如果可以选择的话 你会想有哪一种身心情况 注意了 第一个是 你到死保有全身的 观能脏气 没有残缺的 这样就够了 第二你觉得这样不够 你希望你还能有 具备能达成 人生核心目标的体能 或许你觉得这样还不够 你希望无论亲人 安康与平病 你都有余力 悉心养护照料 或者你觉得这样还不够 你希望你更能够充分地享有 天赋的年寿 而且从来没有发生过 心有余而力不足 有些人很想做一件事 但真的体力不行 如果你可以选择 假想我今天是 阿拉丁神灯里跑出来的那些 那你们会选哪一个 如果选了就算的话 第二个问题来了 为了达到前项目标 你是否已付出相应的努力 做着相应的功课 休息相应的功夫 各位同学 你觉得你每天的运动量 锻炼自己失心的时间 或注意力是足够的举手 跟你刚刚的选项 没有 没有就要好好努力了 这个单元结束 中文字幕志愿者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